嗨 大家好 现在是7月5号 现在是10点钟 早晨起来10点钟 早晨还没有吃饭呢 起来我们俩去办活 开始把地里的菜呀 地里草啊 就是菜地里草 我们给它除一下 吃两顿饭嘛 稍微晚点 早里在冲地忙着去除草 因为草的每个葱都倒 我说早晨起来吃什么 还是豆角 这豆角我发现了 我当时买豆角种的时候 也是两种品种 这是两种品种 这是一种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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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两种品种 可以看出来吧 但是吃起来 我觉得差不多 我感觉到这种品种的豆角 比较爱鸡 比这个品种的豆角 产量高 这是我自己感觉的体会 这个豆角挺爱鸡 长得还快 你看这样的豆角 但是这样的豆角就差一些 这边是种的这样的豆角 或者靠外面是种的呢 是这样的豆角 所以呢 这个豆角我踩的比较多 这个豆角踩的比较少 我呢 把这些豆角都摘出来 摘出来 看看能炖多少 我们就以菜 把菜当主食吃吧 豆角刚下来 现在吃的也挺新鲜 还没有吃够呢 等着吃够的时候再说吧 我刚才先洗了 洗完以后再摘的 因为上次刚才有好多的泥土 哎呀 为什么 你看 这长小的蚊子咬啊 又咬了 嗯 肯定咬啊 嗯 这个这个点 咱们来大火炖 嗯 对啊 大啊 你真讨厌啊 你把蚊姜弄在自己身上 蚊姜怎么能拌身呢 你看我们这豆角 它长得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又直流 你看 这豆角我也看也好 新骨式咱种着这么好 你看这豆角长得 你看 长得真的非常非常好 个儿还长 品相还好 还嫩 特别嫩 你看 都没有筋 几乎都没有筋 你看 哎 这豆角 我也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要是现在这样的豆角 卖多少钱一斤 我觉得 时常有卖 卖豆角的 我觉得 怎么都没有 我 没有我们家这个豆角好 我们家这个豆角特别整齐 没有 特别整齐 我摘的都是特别好的 可能快烙秧的时候 可能豆角不太好 现在豆角长实际 最好的时候 我都给它摘了 我全给它摘了 都给它炖上 我和老李说了 今天不吃饭了 我们光吃豆角了 你看 这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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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有什么主食 菜是主食 我刚才说了 我刚才说了 这个豆角 这个豆角多煸一会儿 完了再放水炖 这样能好吃一些 把汁一收就行了 收了 今天我们的饭食 往主食去 蒸饺 蒸一大锅菜 盛出一个盘子来 盛出一个盘子 我们蒸起来把这些盘吃了 大锅熬的 盘子肉都可以散了 它融入到豆角里了 大锅的豆角 小锅也好吃多 我做一个试验 就是这一个礼拜 我都吃豆角 少吃主食 看我能不能降体重 能不能减肥 我做个试验 糟糕 太便宜了 还便宜 我说问 什么 小锅 全不一样 谁也不高 谁胖不高 谁就不高 家属一款 哎呦 你妹妹有点 嗯 你妹妹就是胖子 也没有别人 对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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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